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5月30号在北京登场 今年是中阿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 包含了阿联酋、埃及等四国元首将会出席 29号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欢迎最先抵达北京的埃及总统赛西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为前往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的埃及总统赛西举行了欢迎仪式 两人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 这次的中阿合作论坛除了习近平将在开幕式致死之外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、埃及总统赛西 还有巴林国王哈迈德以及图尼西亚总统萨伊德 这四国的元首也都会出席展开实质的对话 在大陆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提问了 论坛成立20年以来大陆跟阿拉伯的世界发展是越来越好 反而美国在阿拉伯世界不太受到欢迎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阿是彼此信赖的战略伙伴将继续一起走向集体合作之路 我们同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和阿蒙签署了 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17个阿拉伯国家成为了亚投行的成员国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下 实施了200多个合作项目 中阿关系的发展不仅造福了双方的人民 也有利于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 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了更多的稳定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